連結合肩膜的圖案 直髮其實簡單講就是分成兩大類 你可以這樣講直髮的技術來講 第一類叫做FUT FUT就是說俗稱的就是切頭皮 就是它把你的後腦的公法區這一塊 切一整條下來 一整條下來 然後再把它分成一株一株的 那就是整塊的一長條的 連頭髮連帶你的皮膚 連皮下組織一起切下來 切下來然後再在顯微鏡下面 分成一株一株的 當然這種就會有疤痕 因為它切了一長條下來之後 就會留下一個很長疤痕 就要用縫的 用縫的 甚至有的皮膚很緊的 就要用定出劑方式縫的 要把它拉緊封起來 當然就會留下一個很長一條的疤痕 後腦的頭髮如果不夠長的話 這個疤痕就會看得到 要長了以後才會蓋蓋得住 這是舊的方式 那當然可想的是它的恢復期也會比較長 因為它很長一條疤痕 有點像是女生的頭部產的疤痕 這是一個撕裂傷 它是一種撕裂傷的傷口 它需要恢復的時間會比較長 那第二大類就是FUE FUE是後來發展的技術 因為前面的第一種技術 它有以上兩大缺點 一個是留下很長的疤痕 一個是恢復期很長 FUE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 它是一株一株取的 就是Follicular Unit Extraction 一株一株把它取出來的 它是用機械的方式 或者人工的方式 或者用捲機器的方式 一株一株取下來 取下來之後 它不需要經過分 它直接就可以種上去 FUE裡面又分成三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人工的FUE 就是純人工的 就是醫師拿著一個工具 這樣用手在那邊轉 像個螺絲釘這樣轉 那第二種就是半自動的 醫師可能拿著一個機械手臂 這樣用動力的方式 這樣轉 那第三種就是純機器的 那機器就是自己取 也不用醫師的體力 需要的就比較少 就全自動的 可以幫忙嗎? 早就切술了 去家下機械